高僧传 来国老和尚 投妥苦行 到六月二十五日,我私自过海,准备行投妥苦行。 那位苦行僧,听说我要去行投妥苦行,不忍心我独自上路,随同我一起过海。 但是,我不愿有人相伴,就像他要了一方便铲,棕扑团,布瓢,筷子,瞒着他躲进了深山。 我躲进深山后,在山上打了九天的饿期,加上上下四天,共十三天喂饥饮食。 由此一恶,家情俗质,彻底旺季干净了。 我由普陀山回到宁波,一路行脚到金陵,你前往宝华山受戒。 一单石一瓢饮,一路化石赶往宝华山。 没有料到夜里歇脚在水边时,僧帽、瓢、筷子、方便缠等物被路过的行船嵌绳刮下水,杳无踪迹。 第二天醒来,徐一竹棍,化缘一个瓦盆,一路讨饭。 有时五天没有东西吃,有时三天都不介意粒米,日夜兼程,历经艰辛,赴宝华山受戒。 落难饱华 至世讨饭无人给,做和尚无人收,做道士无人要,做工又无本钱。 直到山穷水尽,就再去七里殿十里许,小土地庙内,与化子同歇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立下誓言,从这里开始启程,直到走到杨子江。 若是无人救我出家,自愿投江,转世带来出家做和尚。 就这样,走一路,哭一路,想着自己的命,就在这条路上。 走到江头时,自己也就投江而死了。 回顾自己的誓愿,若不是弥陀寺当家相救,自己直抵杨子江,必定葬身大江。 自己最初发心朝圣南海,出家后一路行脚,辗转来到沟荣县宝塔寺。 虽然比不上善财童子行脚于一百多个城市,经历百成的烟水, 却也有魔力身心,舍命求道,为道世尊的情怀。 自己的身形展现,与诸佛菩萨的行意相比,略见一二。 这一路魔力,对于刮除心性的成垢,化去习性,消除业障,破除身见,有不可思议的受用。 开悟金山 历史以开悟为期限,不开悟不出禅堂,休息不导丹,不告病假,香假,逢补假,精行假,殿假。 宁愿死在禅堂,不死在外聊。 一心参念,念佛是谁?毫无其他杂念。 刚开始进禅堂的时候,不懂禅堂规矩,从早上打板起床开始,到用点心时,供挨打三百多香板。 仅仅仅半天,倒开大镜后,供挨打四百多香板。 身体虽挨相板,内心却未生毫无反念。 反而深感惭愧,违念劳烦直视,搅扰大众。 从此,留心学习禅堂的规矩法则,堂内外规矩莫背熟透。 规矩背熟后,方才安心办到。 任何人都看不见我的眼珠,听不到我的声音,从未见我转过一回头。 放香时,东丹和西丹,有人来我喂前,请示问话。 周围一转,广丹上下,都有人围听。 至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六支香,敲一下开镜木鱼时,猛然醒悟。 顿时如同卸下千斤重担。 自打从娘胎里出来,大哭不止。 悲伤感叹直至今天,沉默轮回,网受苦楚,可悲可哀。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悲伤的呢? 摘自《香板下的祖师》,来果禅师自行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